今天从海里补了一条大小适中的章鱼 看了米坦的视频 醋章鱼啊 这次特别诱人 然后我们今天就再加 做一个红色的醋烟章鱼 这哥们一直在睡觉啊 哎 醒醒醒醒 管不了那么多 我们直接送它上路 加一点葡萄酒去腥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 章鱼呢 差不多要煮40到50分钟的样子 这样它才能软烂 不存在像粉丝说的 章鱼越煮越冷 如果你煮到一个半小时呢 章鱼会过分软烂 然后它的吸盘会直接脱落 煮过的章鱼 我们再给它冲洗一下 这个时候可以把它的外皮直接搓掉 根据米坦的视频我们得知 红章鱼就是用白醋和红色醋腌出来的 简单粗暴下入白醋 第二瓶 第三瓶 糖 多加一点 来一些盐 我们来尝一下味道 使用红色素 基本上糖和红色素已经完全融化了 把章鱼泡在里面 腌料的味道比较单一 我还买了一些这个红菜头 给它一起放进去 我们现在盖上保鲜膜 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腌个两到三天 看看它后面会怎么样 腌了一晚上 迫不及待的打开 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这个就是动漫里面的那种红章鱼 吃的时候我们一枪 哇塞 真的神了 和日本卖的一模一样 哇这个超级软嫩超级好吃 酸很酸 但是味道特别丰富 而且章鱼的纤维特别特别棒 如果再有一点寿司 那就更加完美了